今次起打疫苗 可以請不知心疫苗接種假 雇主不得解雇或是影響烤機獎金 諾富特飯店被報審核鬆散 觀光防禦旅館都有 管理權責遭到質疑 民意黨主席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 為黨沒有落實 排黑條款道歉 臺灣女留學生紐約街頭遭鐵錘攻擊 非議嫌犯高喊脫口罩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五月五號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韓瑩 首先關心的是國內疫情 今天新增7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但是沒有新增本土個案 關於華航跟諾富特飯店感染的事件 指揮中心也公佈最新的病毒精定序結果 包括四名的華航機師 首例的房務主管等 共有十二人 基因序列是相同 都是感染了英國的變種病毒株 研判感染員至少應該會有三個 而為了強化疑似個案通報 指揮中心也宣布 從即日起 診所將疑似個案通報 可以獲得一萬元的獎勵金 負責採檢的院所可以獲得五千元 華航機師與諾富特飯店感染事件 已經造成二十八人染疫 至今機組員和飯店員工感染源仍不明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最新基因定序結果 案1078 1079 1091及1092等四位華航機師 與諾富特員工 從首立房務主管目前重症的案1120 到新增的房務部員工 餐飲部員工 以及外包水電工等五人 同住家屬案1135 1136 1090等 總共12人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同 都是感染英國變種病毒株 另外案1102機師與去診兒子案1133 以及女兒案1137 一家三口基因序列也相同 都是英國變種病毒株 不過研判 這起家庭群聚是另一起感染事件 而為了強化疑似個案通報 指揮中心宣布 從即日起基層院所只要將疑似 通報個案轉整到社區採檢院所 採檢並確診 每名確診病例可以獲得一萬元獎勵金 負責採檢 而且確診的院所可以獲得五千元 負責通報確診的醫師 則可以獲得一萬元 此外因應華航機組原染疫事件 陳時中表示 考量整體狀況有待釐清 居家檢疫天數應從三天延長到五天 五號晚間將和華航再次開會討論 清零計畫預計六號中午對外公布 至於確診機師 案一一五三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違規外出到餐廳聚會 將由民航局調查後開罰 最重可以罰十五萬元 記者 蔣龍祥 台北報導 現在為了強化民眾疫苗的接種意願 並且保障權益 指揮中心宣布直至起實施雇主可以不知心的疫苗接種假 從接種疫苗當天起到隔天為止 憑疫苗接種記錄卡申請即可 雇主是不得拒絕 也不能夠對請假者解雇 或是影響權勤 獎金 考機等不利的處分 工商團體大多支持 但是建議政府要給雇主彈性空間 避免員工集中日期來請疫苗接種假 為了增加民眾接種新冠疫苗意願 各部會延商後決定自即日起實施疫苗接種假 所有勞工與公務人員 也就是公司部門一體適用 請假期間雇主可以不支付員工薪資 只要前往接種或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 自接種之日起到接種次日晚間十二點止 憑著疫苗接種記錄卡就可以申請疫苗接種假 政府強調除了希望藉此加強防疫 也希望能進一步保障接種疫苗者的工作權益 像是雇主不得拒絕勞工請疫苗接種假 不得視為礦職 不能強迫以市價或其他價別處理 也不得扣發全勤獎金 解雇或其他不利處分 公務人員也是一樣 機關不得拒絕請疫苗接種假 也不得因此影響烤機 或有其他不利的處分 工商團體對此大多抱持正向看法 不過企業界提醒 如果多數員工集中在某日接種 將可能對公司運作造成影響 企業界基於國家防疫 希望社會盡快恢復正常運作的角度 都願意支持這項政策 希望疫情盡快平息 記者 張志雄 莊志成 賴淑敏 蔣龍翔 台北報導 桃園諾富特飯店爆發群序感染 有民眾就在臉書爆料 質疑這個桃園市政府的振興經濟住宿方案 審核鬆散 明明知道諾富特是防疫旅館 仍然通過審查 飯店也沒有告知 導致有七十位民眾入住 外界質疑管理權責不清 衛福部長陳時中堅就表示說 諾富特飯店因為單位特殊 民航局指定為外籍航空固境旅設 雖然說飯店情況特殊 但是防疫旅館仍由地方的衛生局來管理 教室門口掛上消毒的牌子 校方遵照指示進行消毒 桃園諾富特飯店爆發群序感染 風波延燒 新竹一所國校的女學生 上月二十四號跟家人入住諾富特 目前女學生居家隔離中 那目前她並被屬於高風險的確診個案的一個接觸者 相對來講是比較低風險 發生群聚感染的諾富特飯店 一管開放一般民眾入住 二管才是防疫旅館 有民眾也在爆料公社PO文 表示獲得桃園市旅遊補助 有七十名旅客四月二十三號入住諾富特飯店 飯店也沒告知 民眾抱怨桃園市政府羅斯松樂 現在傳出市府的公文 並沒有寫明只有二管是防疫旅館 桃市府曾經表示和諾富特的紀錄都很清楚 公文指核准二管作為基礎人員防疫 針對華航機組員 住進一管 以涉及違規 也將移送衛生局裁罰 諾富特飯店共有兩棟 分為一管二管 一管是五星級的觀光飯店 接待一般旅客住宿 由桃園市府的觀光局輔導 而二管申請為防疫旅館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探言 雖然諾富特飯店情況特殊 不過防疫旅館仍由地方衛生局管理 桃園市長鄭文燦則強調 測車問題 是機組人員的管理制度不同 會向中央提出兩項建議 包括機組員的防疫旅館要申請 且不能分層管理 記者綜合報導 諾富特的群聚事件 有多名的確診個案 在具有可傳染期間都有社區的活動史 指揮中心監視更正案1145飯店外包商水電工的足跡 他在四月十九號晚上前往的飲料店 應該是三重商工店 而非昨天公布的盧州中華結粉店 確診的外包商水電工在二十九號晚上九點半到晚上的十點四十分 是前往這家黃絕飲料店的三重商工店 業者接貨通知已經提前打烊 並且配合衛生單位消毒 也會比照盧州中華店安排員工自費裁檢 據這次的疫情 有三名的重症患者 分別為諾富特的防務主管案一二零 以及兩名的華航貨機師 指揮中心今天表示說 三名重症病例的狀況持續好轉 甚至有一位機師已經可以在病房內跑步 現在印度的疫情持續嚴峻 我住印度代表處也有六人確診 即日起採取居家辦公到十四號 目前在印度臺上又二十人確診 其中一人過世 兩人重症 會不會啟動撤僑呢 外交部正跟旅行社洽談包機事宜 而印度缺氧問題嚴重 除了上週捐出的致氧機跟氧氣瓶之外 今天再捐出十五臺超低溫氣體除槽 希望能夠幫助印度度過難關 民間企業透過桃園市長 澤文燦捐出十五臺超低溫移動式氣體除槽 幫忙緩解印度缺氧的問題 由於華航停飛印度 將透過國際貨運運送 上週臺灣第一批援助印度的醫療物資 包含一百五十臺製氧機 和五百支鋼品已經送達 印度疫情嚴峻 近年幾天單日都超過三十萬人確診 我國駐英代表處目前有六人確診 其中一人重症一人輕症 四人居家隔離 外交部決定即日起 採取居家辦公到十四號 根據外交部統計目前在印度包含外館駐外人員一共有兩百四十四人 台上部分有二十人確診 其中十五人已經康復 兩人居家隔離 兩人重症一人過世 面對印度疫情緊張 會不會啟動撤僑 外交部表示只要有意願搭機返臺 都可以在二十一號前搭乘每週兩班的日航班機返臺 目前也正在和旅行社洽談 包擊事宜 記者林姓吳家寶台北報導 民進黨竟然因為有黨員涉毒案 引發黑道入黨風波重創形象 民進黨主席總統蔡英文 今天親上火線 為了沒有落實排黑條款道歉 接下來將嚴格執行 民進黨也會建置AI系統 來審查黨員的背景 蔡英文週五也將會召集全國主委會議 檢討制度跟執行面的缺失 挽回黨籍形象 民進黨主席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道歉 竟然因為前黨員趙介佑涉毒重創形象 也引發黑道入黨質疑 蔡英文竟速止血 表示黨內排黑條款 絕對會嚴格執行 接下來有新進人員入黨也會嚴格審查 運用一些AI 就是人工智慧的這個協助 我們應該可以建置這個資訊系統 然後讓這些查詢的工作 可以再有效迅速的來完成 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表示 將建置資訊查詢系統 查核每位新入黨的成員 是否有涉案或黑道背景 而咒介右岸也延燒到地方黨部 民進黨嘉義市黨部四月底發函黨中央 指控英系立委王美惠動員上千人入黨 其中甚至有黑二代申請 王美惠也嚴正駁斥這是抹黑 民進黨臺北市黨部則先宣示了改革決心 並且從趙介右身邊人士開始全面調查 疑似有五人違反排黑條例 目前正透過公開資訊來查查 民進黨主席總統蔡英文也將在七號召集 全國主委會議持續聽取地方上的意見 檢討制度跟執行面的缺失 挽回黨籍形象 警方偵辦巨星會餐廳遭到破蟑螂一案 昨天收網 警方調查涉案的四名男子 有北聯邦及竹聯邦背景 全案疑似就是因為餐廳老闆吳震南 跟人有一千五百萬元的債務糾紛 遭人教唆破張討債 這四名嫌犯因為有串證滅證之餘 檢方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 並且持續追查幕後的主嫌 事前在三號晚間 到巨星會餐廳破蟑螂的嫌犯 一一被警方移送法辦 這起破張案因為案發時 臺北市的議警正在進行餐會 包括雙北警局長都到場 餐廳卻被破蟑螂 引發社會高度重視 警方也不眠不休的偵辦 除了先在新北帶回一名涉嫌女子 四號晚間收網 將其餘涉案人逮捕到案 警方調查涉嫌的四名男子 有北聯邦及竹聯邦背景 全案疑是因為餐廳老闆吳震南 與人有一千五百萬元的債務糾紛 遭人叫說頗張討債 不過涉案人共撐犯案時 並不知道議警在餐廳內聚餐 初步查證還是犯嫌 他們有跟店家有一些債務糾紛 然後他們在犯案的時候 不知道裡面有辦餐會的對象 他們都不了解 所以他們事後也很後悔 由於臺北市警方接連發生 松山分局黑衣人砸電腦案 以及北投分局趙介佑的特權案 引發各界對臺北市警方 只把破例的質疑 對此 臺北市警局長陳家昌 也站出來精神喊話 警方目前先將五人 依恐嚇等罪嫌就辦 並持續追查幕後主嫌 對於全案迅速破案 警政署長陳家昌表示 感謝北市的同仁全力棄補 前犯盜案 也強調掃黑不分中央與地方 無論是挑戰公權利益或討債 任何暴力行為都不會被容許 一定延辦 記者陳家昌謝正寧 張國良 臺北報導 臺北市中山警分局涉嫌 集體收受色情酒店業者賄賂 今年的二月 北檢起訴理性跟陳姓援警之後 兼再追加起訴圖性等六名援警 五年來共收受了五百五十六萬元 並且賤請法院從重量刑 臺北市中山警分局和中正一派出所多名援警 三年多前被檢方發現涉嫌包庇所會涉請酒店業者 今年二月先行起訴李姓和陳姓援警 五號在一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追加起訴 時任大直派出所圖信副所長等六名援警 起訴書更重批涉案援警嚴重逃空警察職權 更賤請法院從重量刑 檢調偵辦這起中山分局集體貪毒弊案 查出酒店集團提供女士陪酒 男客性交易等服務 擔心被援警查器 涉嫌從二零一三年開始 暗月支付轄區援警兩萬元 每年三節再多加碼兩萬 五年多來警方所會超過五百五十六萬元 不過涉案援警全都否認與業者有金錢往來 只是檢方起訴內容直接點出身為人民保姆的警察 卻嚴重掏空警察職權 學者也點出背後原因 學者認為特種行業和黑幫等特定組織環環相扣 第一線遠景鷹河黑道幫派有所分際 守住這道防線 才能避免被利誘導致一步錯不不錯 記者傳訊陳立峰台北報導 台中市南區東新路 凌晨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有一輛轎車疑是因為酒駕 行進入口時沒有減速 直接就撞傷一名正在過馬路的婦人 雖然緊急送醫 但最後仍然傷重不治 而這名婦人是媒體人黃偉翰的母親 目前駕駛是否認酒駕造勢 但是他的酒色值卻超標 警方將會進一步釐清 黑色進口車的車頭 因為猛烈的撞擊 保險桿引擎蓋都已經變形 零件散落一地 擋風玻璃也大面積的碎裂 五號凌晨三點多 台中市東新路一段 和樹翼一巷口發生車禍 這輛進口車撞上一名 正在走路通過路口的七十歲 陳姓婦人 附近的民眾趕緊通報一一九 將重傷的婦人送醫急救 但最後仍傷重不治 警方調查死者就是媒體人黃偉翰的母親 黃偉翰接到通知也馬上趕到台中 對於母親疑似遭酒駕撞死 黃偉翰表示 尊重警方調查 但呼籲不要再酒駕 警方調查的結果 我們就相信警方的結果 所以包含這些細節 他是先喝酒還是後喝酒 他當時速度是多快 有沒有違反交通規則 這個都交由台中市的警局去做處理 希望不要再有酒駕的事情發生 不管這一體是不是 酒駕是不對的 酒駕是不好的 警方對肇事的方系男子酒測 酒測值達零點四毫克 已經超標 有民眾募集方系男子 將車停下後就到便利商店 買了一瓶啤酒喝 懷疑他想要逃避酒駕行者 謊稱造勢後才喝酒 但方系男子否認酒駕造勢 他是表示自己因為受到驚嚇 然後到便利商店買酒 但是經過警方到場 立即就跟他做酒測 酒測值已經有超過標準值 警方還是依規定 依法來做依頌 警方表示依規定民眾可以在警方 到場後十五分鐘再進行酒測 不過喝一瓶啤酒酒測值 就達到零點四毫克的濃度 似乎與警方實務不符 警方強調 污網污重 將釐清方系男子到底在肇事前 有沒有喝酒 記者 邱紙輝 龐大群 台中報導 紐約在傳出有亞裔被攻擊的事件 這一次的受害者是一名臺灣的女留學生 星期天晚間她跟朋友在曼哈頓街頭 走在路上的時候 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的非裔女子 對她們大喊脫下口罩 接著就拿鐵錘來吹打她們的頭部 女留學生的頭部受傷 流血縫了七針 嚇得她決定要先回臺灣 暫時打消在紐約找工作的計劃 警方公布的監視器畫面顯示 穿白衣的臺灣女留學生泰瑞莎 和有人走在曼哈頓街頭 突然遭到一名身材高大的非裔女子 拿鐵錘揮打頭部 有人做事想拿手上的酒瓶回擊 也遭到這名非裔女子追打 雙方爆發拉扯 過程中鐵錘掉落 泰瑞莎趁機撿起並向對方理論 這起事件發生在當地週日晚間 八點四十分左右 泰瑞莎說 她和有人剛用晚餐 準備走去搭地鐵 沒想到在路上碰到這名非裔女子 對她們大喊 把口罩脫掉 接著就持鐵錘暴打 泰瑞莎在衝突過後才發現 自己的額頭正在流血 才聽顧客見狀 也跑來協助她清理傷口 結果就醫治療縫了七針 現年31歲的泰瑞莎 2019年來到紐約 攻讀時裝相關科系硕士學位 疫情期間暫時返台 上個月才又回到紐約 沒想到家人擔心的仇視亞裔犯罪 真的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暴受驚嚇的她 現在決定搬回家鄉 等到美國比較安全以後再說 紐約警方則正在追查犯女子的下落 而根據統計 紐約今年以來已經至少發生四十七起攻擊 亞裔的事件 公視新聞曾惠敏別議 映怒的疫情持續嚴峻 但是愛心善舉在患難中各顯珍貴 有一位司機將嘟嘟車改裝成了救護車 還有一位被稱為氧氣人的志工 賣車換氧氣來救人一命 另外有青年團體開發 APP統整物資來送給真正需要的人 今年三十四歲的嘟嘟車司機甲維德 漢恩出發前往載人 準備接病患前往醫院 他說看到有人因為太窮 用悲得將自己染疫的父母送醫 實在不忍心 便改裝自己的嘟嘟車 希望能幫人省下相當於臺幣一千九百 到三千八百元的救護車費用 不過賈維德的救命路可不是一開始就順遂 他在馬德亞幫封鎖期間 因為沒有通行證被警察攔下 引發社群媒體怒火 警方才撤銷指控 並發給他一張通行證 在孟買三十二歲 被稱為氧氣人的沙赫 至今已為數千人免費提供氧氣 這份心意來自朋友懷孕的飆燒染疫 卻在送醫途中缺氧死亡 他去年六月賣掉休旅車 購買氧氣桶並展開一舉 也曾為絕望 邊緣的病患 跋涉數十公里找氧氣 而他認為這是對一個人信念的考驗 印度十三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 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 這波疫情來得又急又快 政府遭批防疫不力 該國出現部分年輕人承接重任 十七歲的女學生普拉薩德 跟一群年齡在十四到十九歲間的朋友 開發物資統籌app 不斷接電話 過濾可用醫療物資登錄 工人取用 而且一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運作 隨時更新最新狀態 不過他們願意堅持 因為救命要緊 最近一次的成功任務 是在半夜苦等兩小時 終於幫人找到氧氣桶 美國前總統川普已經卸任超過一百天 美國福斯新網四號報導指出 在多數主流媒體跟各大社群平臺 聯手封殺之下 曾經為川普策封選戰的幕僚 共同為川普開發了新的網路平臺 而這個標題就叫做 新平臺的第一支影片中訴求遭到社群網站封殺下 必須有人站出來捍衛言論自由 事實上新平臺從三月下旬就架設完成 川普也同時開始PO文 當時川普的媳婦 目前轉往福斯新聞臺主持節目的蕊拉 在自己臉書等賬號PO出川普卸任後 首度的專訪 這段總長十多分鐘的影片 在臉書登場後不久 隨即遭到該公司內容審查人員撤下 包括蕊拉在內 川普的競選幕僚與政府官員 都收到臉書的電子郵件 警告他們不得再張貼任何有川普 說話聲音的影片 否則不僅內容會遭到刪除 PO文者的賬號也被暫時 甚至永久關閉 臉書公司認為 在一月六號的國會山莊事件後 不管川普說什麼都有煽動暴亂 製造社會紛爭的可能 這個理由也被推特等社群平臺引用 把川普家族所有成員列為管制對象 臉書公司號稱獨立的外部監督委員會 即將針對川普賬號的禁令做出決策 對此委員會成員認為 他們對公司沒有任何約束力 當然臉書等社群平臺因為內容審查遭人詬病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位於田納西州在美國號稱南部哈佛的范德堡大學 學者認為臉書公司內部的審查人員 以及執行長薩克伯格本人才真正大權在握 不過從川普陣營的動作看來 川普本人已經不太在乎主流社群網站如何處置 至於谷歌YouTube等網路平臺要怎麼因應 還有待觀察 更是新聞許家仁編譯 荷蘭第一棟3D列印平房日前完工 負責打造的團隊號稱列印工作 只花了五天就完成 房子 目前已經有一對退休夫婦 陳豬入住 二十八坪 附設兩間臥房 每月租金是兩萬七新台幣 3D列印機器來回運作 將建材填入指定的區域 蓋出建築物的外牆 在半島工地現場組裝 荷蘭愛因霍芬科技大學一群工程師 與當地市政府以及營建公司合作 成功執行里程碑計畫 生成列印過程 只耗費一百二十小時 短短五天的時間 就蓋好荷蘭第一棟全3D列印平房 這間平房佔地二十八坪 附有兩間臥房 外型像極了有窗戶的大圓石 灰色調混凝土牆和曲線 讓整體感覺更貼近大自然 一對退休夫妻已搶先入住 每個月附八百歐元 約臺幣兩萬七的價格 短租半年 3D列印房屋的概念 渴望為荷蘭日漸 急迫的住房需求 提供創新解放 歐洲新聞台報導指出 荷蘭必須在未來十年 建造數十萬間新住宅 才能容納國內不斷增長的人口 公視新聞林秀如編譯 為了瞭解外太空環境 對紅酒的影響 法國紅酒製造業者 是在二零一九年將十二支紅酒送上了太空 在歷經了四百三十八天的太空旅行 這些太空紅酒在今年一月回到地球 而現在其中一支即將要進行拍賣 拍賣的估計可以賣超過新台幣兩千百元 八百萬元 法國知名葡萄酒重鎮波爾多市 日前舉行一場品酒會 十二名紅酒專家盲測兩支 來自知名酒莊產的紅酒 不過特別的是 其中一支是透過宇宙的力量 熟成的太空紅酒 經過專業品酒專家一致認同太空紅酒的色澤氣味乃滋口感都明顯與在地球上的紅酒不同 而太空紅酒的計畫發想其實是歐洲新創太空貨物無限公司 想瞭解無重力環境下是否會影響紅酒風味 於是將十二支紅酒送往太空 經歷了四百三十八天的國際太空戰之旅 在今年一月初抵達地球 研究人員也針對從太空帶回來的兩種不同品種的葡萄苗進行研究 即便太空中的光和水有限全都倖存下來 生長速度甚至還比地球上的葡萄還快 為了籌措下一階段的研究經費 歐洲新創公司近期決定將其中一支紅酒在加斯德上進行拍賣 拍賣行估計至少能以一百萬美元 約新台幣兩千八百萬元以上的價格售出 公視新聞王布文編譯 華航及諾富特感染事件中 一名曾經打過AZ疫苗的機師也確診 感染科專家就說疫苗打完之後 約兩週才會產生抗體 機師是可能在空窗期染疫 而臺灣疫苗推動協會表示 新冠疫苗不會在社區消失 每個人都有機會感染到 接種疫苗產生的不良反應 遠低於被感染後得到重症的機率 華航機師與諾富特飯店感染事件中 案一一五三的機師 上個月二十二號打過AZ疫苗 事隔九天出現呼吸道症狀 採檢確診 引發是否打疫苗也沒保護力的擔憂 對此國內專家分析 打完疫苗要兩週後才會產生抗體 而AZ疫苗施打第一劑後的保護力 只有五到六成還是有感染風險 一針AZ疫苗的效果 大概就是五成到六成 所以所以他第一個 他打的時間其實還不夠長 第二個他只打完第一針 第二針還沒打 所以這兩個原因 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被感染 由於國人目前對新冠疫苗信心不足 臺灣疫苗推動協會 也特別統計最常見的兩大迷思 包括AZ疫苗安全性 以及認為臺灣疫情控制很好 其實不需要打疫苗的迷思 感染科醫師分析 新冠病毒未來不會消失 人人都有機會感染 打疫苗主要是降低重症風險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五月四號全臺公費疫苗接種了三千四百零一劑 自費一千九百一十四劑 是公費疫苗開打以來 施打數最高的一天 推估應該是公費對象增加 加上疫情升溫催出民眾危機意識 不過目前累計施打六萬多劑 施打率仍然不高 指揮中心呼籲民眾可以儘早施打 來提高自身的保護力 記者綜合報導 疫情期間為了振興國旅 去年七月到十月 交通部官容局是推出了安心旅遊補助 旅行社每團可以向政府申請三到七萬元的補助 上限是三十五團 但是加一家旅行社為了炸零補助款 建就借他家的社牌來照申請補助 一共是炸零了四百二十八萬元 離島澎湖不管海上風光 還是特色的聚落建築 一直以來都吸引許多國內外旅客前往旅行 肺炎疫情爆發後更是國旅的熱門景點之一 不過卻有不肖的旅行社業者 為了炸領政府補助金 找來另外三家人頭旅行社 一起炸領交通部的安心旅遊補助款 行事局表示交通部觀光局推出的安心旅遊 從去年七月到十月為期四個月 旅行社的團體旅遊以不同條件 每團可以補助三萬到七萬元 每家旅行社申請補助的上限是三十五團 不過加以一家頗知名的老牌旅行社 卻借牌申請補助高達九十三團 炸領的補助款共四百二十八萬元 他申請補助拿到補助金之後 他們會再把錢轉回去給原本那一家旅行社 檢方調查這家旅行社取得補助款後 會再以每團數千元不等的掛名費用 轉會給借牌的旅行社 目前包括炸領的旅行社 靈性負責人還有三家借牌人頭旅行社負責人等十四人 都依炸妻及衛造文書罪嫌移送法辦 記者 邱指揮 台中報導 日本福島核災寒川廢水 將排入大海 就已經對臺灣的漁業影響為何 原理會主委謝曉欣表示說是封平危害 也有立委關切 臺灣的漁產品若受害 漁業署表示已經在研究相關的補償機制 針對日本排放寒川廢水爭議 雖然駐日代表謝長廷已確定不回臺 致立院備詢 不過國民黨立委持續關切 到底國內核電廠是否如謝代表所言 也排放寒川廢水呢 臺電表示確實有排 那我不能說沒有 但是那個量是完全符合規定 我們也排放寒有川河廢水入海 應該是沒有錯誤 因為我們是正常的排放 確實有排 但國民黨立委人要求 原能會說清楚 這兩種排放一樣嗎 主委謝曉欣重申 日本的廢水是事故排放 跟臺灣核電廠正常運轉排放屬性不一樣 日本寒川河廢水兩年後排放 是否真如媒體報導 會影響五成漁獲 漁業署沒有證實 對我國漁業的衝擊為何 也無正面回應 到底政府目前評估是否對漁業有影響呢 倒是原能會回答了 前一天已有漁民代表來到立法院陳情抗議 擔心日本排放核廢水後 消費者不敢吃國內捕撈的漁產品 風平危害恐怕造成漁民損失 該如何因應 漁業署在立委追問下 只答覆補償機制 還在討論中 記者魔王劉欣台北報導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監視完成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出審 二十五條條文是有六條保留協商 但是包括預警學校 專輔學校指標 學校停止全面招生的董事會改組等 教職員未住金 將由法院依據 教育部希望能夠儘速完成立法 臺灣無預警宣布停辦 校內仍有兩百五十七名學生 顧及學習權益 加上現行法規規定 日間不禁止校外上課 教育部希望學生轉學 但學生有家境或工作 考量轉學恐將失學 如何維護學生受教權 初審通過的退場條例草案 第十九條明定 專輔學校停止招生後 考量學生意願可在校外上課 只有學籍轉到安置學校 相關費用由教育部支援 此外 專輔學校教職員 可領到未住金 也有法源依據 退場條例出審通過 教育部表示確立獄警學校和專輔學校指標 從獄警學校到專輔學校 專輔兩年改善未免除 停止全部招生 董事會改組 都是讓學校退場更平穩 更有秩序 高教工會則認為 有一半是比行政院的版本更進步 重組董事會 原本是限於被命停招的學校才要重組 現在有確認是 主動申請停招也會拿起來 這的確是比較正確 那相對來講比較遺憾 就是像是學生原校畢業權利的問題 由於二十五條條文保留六條協商 其中三條又牽涉退場後 法人改制與財產清算 委員間民團和私校分歧人大 能否在本會期完成立法 仍是未知書 記者李小惠王新中 台北報導 疫情也衝擊台灣的移工輸入 再加上廠工條 勞動條件是優於家庭看護工 導致外籍看護工代工解約 在跳槽當廠工的情況日益嚴重 類似案例今年一到三月已經破千人 是去年的四倍之多 對此勞動部長徐明春 今天表態將修法管理 預計兩週後對策出爐 臺灣的長照體系 長期依靠移工人力 近期因為疫情衝擊 臺灣輸入移工不易 就發生外籍看護工 以代工守法迫使 雇主解約在跳槽 當廠工的情況 對此勞動部長許明春表態 將修法限縮移工跨業 目前已研議若看護工要轉換雇主 必須優先轉換至同類型的家庭看護工 不能直接轉換為產業移工 事實上去年家庭看護工 轉換為廠工 只有287人 今年一到三月就累積到上千人 也有不少勞工團體認為 家庭看護工等二十萬名的社福移工 基本工資為一萬七千元 和四十六萬名的產業移工 基本工資兩萬四千元 有一段差距才是根本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為什麼看護工在這個時候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想要轉到產工去 其實是長期以來 我們對於家庭看護工的保障 是沒有的 他們長期以來是在一個沒有勞動條件 保障的情況下在勞動 我們也建議應該是分雙軌的招募 跟訓練還有管理 因為這兩項的人員 其實他的性質完全不一樣 特別是要進入家庭工作 然後他可能要瞭解一些家庭內的事物 移工團體認為 政府不應該限縮移工 轉換工作的權益 並且訂定家室服務法 保障他們才能防止代工 跳槽廠工的情況 社福團體則建議 引進移工時應該加護工 和廠工分流 並且建議長照服務法應該修法 把看護工納入長照體系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 臺灣的公車票種 是有分為全票 優待票跟學生票 其中優待票包含了 生長及敬老身份 當民眾持優待票上公車時 有部分縣市的驗票機會發出語音 讓一些民眾覺得身份被揭露 對此交通部四月中夜行文各地的政府要求改善 身長朋友或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持博愛 或進勞卡上高雄市的公車時 驗票機器就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但有民眾對這樣的語音系統 覺得有點壓力 好像在全車乘客面前被揭露特殊身份 其實各縣市公車刷卡語音都不太一樣 高雄交通局表示 語音當初是為了方便便是票卡種類 而設計 也讓民眾知道刷卡有沒有成功 不過四月中交通部有行文 給各縣市政府希望改善語音 不要有身份區別 交通局表示 考慮到優待票民眾的感受 正好今年要推動驗票機器更新 預計會在十月完成所有公車的更新 到時候就不會有辨識的語音 螢幕也會朝不顯示 票種方向改善 記者陳歡迎陳顯坤高雄報導 在母親節前夕婦女團體是出面呼籲 政府應該要改革育兒照顧制度 包含大幅提高育嬰價的實質薪資替代率 並且改以報稅時較高的薪資所得 來計算的措施 提高男性請育兒 育兒嫁的意願 臺灣的生育率一路下滑 婦女團體指出 雖然政府加碼各種津貼 發錢催生 但目前可見 育嬰家長 卻身處高工時休假少的臺灣 面臨嚴峻的時間貧窮困境 婦女團體呼籲 育嬰價應該改革 包括育嬰留停津貼的實質薪資替代率 應從六成提高到九成 而且應該採用比勞保投保薪資高的 像是報稅的薪資所得 來計算替代率 育兒難 教養孩子更是挑戰 一份針對全臺灣九到十五歲 上萬名青少年的調查顯示 當遇到挫折時 有一成二表示沒有人可以談心 不少人不在優先找父母談心事 轉網網路 但調查也發現 每天花兩小時以上聊天傳訊的孩子 自我評價 耐錯力跟情緒的自癒力都比較低落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給孩子一些更穩定的支持 那讓他們可以成為就是情緒自癒力 跟復原力都比較強的孩子 此調查由親子天下 與金車文教基金會合作 主辦單位表示 臺灣十五到十九歲青少年自殺率 二零一九年創二十四年來新高 他們發現良好的人際連結是孩子情緒問題的解方 而高度依賴社群媒體 若又沒有成人典範的引導 會導致孩子的社交能力較為薄弱 記者綜合報導 全臺檢察長大調動法務部上午舉行交接典禮 部長蔡清祥是說重話 強調將會嚴擬修法 檢察官的職務平等 只要連續兩次未達良好不改善 而且情結嚴重者就要太除 更呼籲檢察長專注在檢查事務 無謂的應酬不要參加 結果硬性新任檢察長正式上任 法務部五號上午舉行檢查收帳的交接典禮 法務部長蔡清祥也說重話 將嚴厲修法 檢察官職務平定連續兩次未達良好不改善 而且情結嚴重者就要太除 打造檢察組織的新文化 要求落實內部監督 因為先前多名檢察官被指控行為有為師 引發爭議 更接連爆出和負傷窩帽中有過不當接觸 以及調查局遺失扣案的六點五公斤 安非他命毒品等風波 蔡清祥呼籲檢察長要專心在檢察業務 不要再參加無謂的應酬 今天新任的檢察長非常的年輕化 相信我們認為說這個年輕化的趨勢也會有助於各地檢察署業務的推動跟改革 另外在這波簽調及行任的名單 共有二十名檢察長及兩名司法行政主管一動與就任 全律會則指出整體有年輕化的趨勢 將有助於各地檢察署業務的改革 記者傳訊陳立峰台北報導 臺灣猕猴解除保育身份之後 動保團體在這兩年多接獲將近八十件的飼養通報 甚至發現有網友說自己家的猕猴是朋友加猕猴生的 動保團體就擔憂說這個猕猴飼養 可能已經進階到繁殖的問題 大大眼睛望著人類像小孩一樣呆萌可愛 臺灣猕猴自二零一九年一月解除保育身份後 網路上時常看到民眾PO猕猴影片 或詢問飼養問題 動保團體還發現有網友 自稱家裡的猕猴是朋友加猕猴生的 擔憂飼養已擴大成繁殖問題 動保團體兩年多來接到近八十件飼養通報 領務局表示除少數政府列館登記的合法飼養者 臺灣猕猴不僅不能在野外餵食 一般民眾無論撿到抓到 甚至繁殖送養及買賣 全屬非法持有 可以野生動物保育罰處六到三十萬罰還 他需要很大的活動空間 那一般家庭其實是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空間 再來就是圈養的個體 他很容易因為環境壓力或窘迫 他的脾氣會變得非常暴躁 動保團體提醒猕猴可能因脾氣暴躁 或有攻擊性等遭到棄養 但又因長期被圈養 無法離開人類生活圈 造成另一波人猴問題 另外人猴同為臨長類 有肺結核等共通傳染病 所以飼養對人或猕猴來說 都絕非好事 臺灣過去每三十到五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災害型的地震 回顧歷史 梅山大地震已經屆滿一百一十五週年 有學者正在榆林谷坑到嘉義主旗的陸山帶 佈置密集的地震觀測儀器 希望把收集到的小小地震找出活動模式 運震帶觀測計畫 由六位中正大學地球環科系的老師參與 從雲林谷坑到嘉義主旗的陸山帶 擺了九十六部地震觀測儀器 平均一公里放一部 今天要增加八個新站 這個是一個便稀式的地震儀 然後它本身還有GPS 可以去教室跟定位 現在我們是站在一個大尖山出口的上盤 那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過去曾經有做一個短時間的觀測 就發覺這邊有些很小很小的地震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把它做一個加密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一個地震的前兆 科學家就認為這種非常小的信號 可能有很大的意義 那它在紅燈在閃到綠燈之間 它是在做GPS的搜尋 那亮綠燈應該就是OK的 新增加了八個點 預計觀測四十天左右 每一個地震站的間距大概就是一百公尺 那一百公尺我們先抓到 看它能不能抓得到 去把它的活動模式去把它找出來 進而我們可以去知道說 它的那個運震在真正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對未來的這些地震的防災 可以做出一些評估 這張圖是九十六部地震觀測儀器放置的位置 觀測的範圍就在靠梅山 九瓊坑 虎坑 大尖山出口 彰化等活動斷層一帶 江南地區是屬於強震區 平均三十到五十年就有一次災害型地震 梅山地震發生到現在已經一百一十五年 是否會重演百年周期再限期 不只地球科學界正在密切觀測 國人更需要提高防震意識 做好防震準備 公視記者李瓊月 袁洪書採訪報導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封面的影響之下 除了在南部地區 其實其他地方整個天氣上來講 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我們可以從雨浪雷劑圖上可以看到 今天基本上在中部以北跟東八部地區 都有出現下雨的現象 另外就是說在山區在午後的時候 也有出現一些局部的雷震雨 其中在北海岸山區以及台東地區 是有出現局部大雨發生的情況 不過這個封面很快就離開台灣地區了 所以可以從明天的預測度上可以看到 明天台灣附近的風場主要是 風到東南風的環境 因此明天各地都是以多雲到前的天氣為主 那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可能還是有些局部的一個降雨 另外就是說在山區在午後 所以也可能會出些局部的震雨 那在溫度方面的話 明天在清晨因為東美風還是在影響之下 所以到時候在中部以北跟東半部地區 地空上是落在20到22度左右 南部地區還是可以來到24、25度 那高溫的話其實在北部地區 整個高溫上來講都會回升得比較明顯一點 那預計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高溫可以來到27到29度 中南部還是可以來到30度以上 其中在台南跟高雄地區 甚至是有36度以上的高溫出現 那也因此提醒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在外出活動的時候 記得要多補充水分以免中暑 那最後幾個天氣重點提醒給大家 明天方面就會遠離了 所以到時候天氣上來講 都會逐漸回復到比較穩定 那只有在東半部地區跟午後的山區 可能還是有些局部的降雨 那再來就是說溫度的部分的話 清晨還是比較稍微比較涼一點點 不過白天都是比較暖熱的 所以請大家要留意一下溫度上一個變化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相局提供 接下來提供給您各地詳細的氣象資料 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度 最高溫來到二十九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二十二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二十度 最高溫二十九度 再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中部雲加南高頻普通 竹苗則是良好等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中央非中央 除了最高溫光 中央非中央渡 中央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